前面的几节课呢 我们把UniApp的基础支持 大概的去过了一遍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讲一下 UniApp中的生命周期 那什么是生命周期呢 我们拿人做一个比喻 我们人呢从出生到死亡 我们可以称他是一个生命周期 那么回到我们的UniApp中 我们应该知道我们的应用呢 是由一个一个的组件去组成的 那么我们的每一个组件呢 都会有自己的生命周期 一个组件呢从创建 数据初始化 挂载 更新 销毁 这其实就是一个所谓的生命周期 生命周期呢其实很简单的 但是呢在UniApp中 它是比较重要的一块内容 因为我们在实际开发中呢 会经常用到生命周期这个东西 所以这节课呢我们就来讲一下 我们经常会使用到的一些生命周期方法 首先生命周期呢 它是一共分了三种 我们先来到appapp.vill这个页面 我们看一下生命周期都有哪些 生命周期呢一共是有三种 一种呢是应用生命周期 还有一种是页面生命周期 最后一个呢是组件生命周期 一共是分了这么三种类别 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应用的生命周期 应用生命周期是什么呢 应用生命周期是在我们整个应用中 才会去触发的一些生命周期方法 这些呢我们定义在app.vill一面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就是一些 应用生命周期的一些方法 我们先看第一个 第一个是unlaunch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当uniapp初始化完成时 它会触发一次 那它呢全局只会触发一次 就是初始化应用 应用初始化完成 触发 触发一次 全局只触发一次 咱们先不管它是去做什么的 然后我们继续看第二个 第二个一个unshow unshow是做什么的呢 它是当uniapp启动的时候 或者是从后台进入前台的时候 它会触发这个生命周期方法 就是应用 要启动的时候 或者呢 从后台 进入前台 会触发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unhead unhead呢 其实跟我们上面的unshow是对应的 那么既然unshow它是在 后台进入前台时出发呢 那么它肯定是反过来的 是应用 从后台 从前台进入后台出发 那么其他的生命周期呢 我们可以暂时先不用管 我们先看这三个我们最常用的生命周期 我们从第一个开始 unlaunch 那为了方便演示呢 我们把它跑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面 我们点击运行 然后选择微信开发者工具 我们把它跑到微信开发者工具里面 我们的项目运行起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控制台 这里给我们打印了一个app launch和一个appshow 然后回到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看一下 对应的呢 在unlaunch里面会给我们输出一个app launch unshow里面呢 给我们输出的是appshow 然后unhead里面 这里是一个apphead 但是我们可以发现呢 这里只输出了两个 那么第三个head是没有输出的 我们要知道head是做什么的 它是从前台进入后台出发 那么我们第一次打开的时候 也就是我们应用去初始化的时候 肯定是会触发unlaunch这个生命周期的 但是我们的应用打开呢 它也是一个从后台进入前台的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会触发unshow 所以我们会打印出appshow 那么我们怎么去触发unhead呢 我们这里 那么我们这里直接点击工具上面的切换后台 我们点一下 我们去模仿切后台的一个操作 我们点击切后台 这样的话呢 会给我们打印出apphead 说明我们的应用进入后台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去点击切前台 那么同学们想一下 这个时候还会不会触发unlaunch 会不会触发unshow 或者呢 这两个我们会触发哪一个 那同学们有了自己的答案之后呢 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点击 可以看到控制台呢 给我们打印出unshow 没有去触发unlaunch 那么还记得我们之前说过 我们的unlaunch生命周期呢 全局只触发一次 所以说应用在初始化的时候 会触发一次unlaunch 那么之后呢 它就不会再去执行了 那你去切前后台的时候 只会触发对应的一个unshow 和一个unhead 那么我们了解这三个生命周期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根据它的特性 去做一些我们希望做的事情 比如说在unlaunch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什么呢 我们可以去做一些登录的事情 或者呢 去获取一些全局的变量 或者是一些我们应用起来 我们想让它去做的一些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unlaunch里面去完成 那么同样的呢 unshow跟unhead 我们就可以根据它的特性 去做一些我们想要去处理的事情 那么这些呢 就是应用的生命周期 但是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应用生命周期呢 只能在app.vill 只能在这个页面去执行 其他的页面 你去写unlaunch是没有用的 如果你去写unshow 或者unhead 这两个生命周期呢 也是可以 但是跟在app.vill里面 它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所以同学们呢 不要去把它弄混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第二个 页面的生命周期 页面生命周期呢 我们就不能在app.vill页面里面 去操作了 我们应该回到我们的页面里面 index.vill 我们在这里呢 去演示它的生命周期 页面生命周期呢 听名字顾名思义 我们肯定是要写在页面里面的 那么我们常用的都有哪些呢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页面里有一个unload unload是做什么的呢 unload是监听页面加载 就是说我们的页面 在加载的时候会触发unload 然后我们看下一个 会有一个unready unready是做什么的呢 unready是监听页面的 初次渲染完成 监听页面的初次渲染完成 那么这两个生命周期 有什么区别呢 那区别就是unload是监听页面加载 也就是说我们的页面 只要开始加载的时候 就会去触发unload 我们在这里去打个一个日志 那去触发unload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这个时候 我们的元素 我们的标签 还没有去开始渲染 那么之后会触发一个unready unready触发的时候 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的标签 就是我们的页面 已经渲染完成了 那么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们的页面 很简单的时候 也就是说 它渲染速度很快的时候 可能我们的unready 会在我们翻页 动画之前会触发 我们这里做一个标记 如果渲染速度快 会在页面进入动画 完成前触发 那么这一点 我们应该要了解到 我们继续看下一个 下一个呢 是unshow 这个生命周期呢 其实跟我们的应用生命周期 写法是一样的 但是跟我们的应用生命周期 它是不同的 它是什么意思呢 它是监听页面显示 简单来说呢 就是页面每次出现在屏幕上 都会触发页面的unshow 包括呢 从下集页面 我们去点返回 然后去露出当前页面的时候 也是会触发页面的unshow事件的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给它去打印一个日志 配置 unshow 那既然有unshow 我们肯定会有一个unhead事件 unhead呢 它跟我们生命周期 也很类似 不过它监听的是 页面隐藏 然后我们把它的日志 同样的给它去写一下 叫page unhead 然后除了unshow跟unhead 我们还有一个 它是什么呢 ununload unload呢 跟我们的unload 它其实是相反的 我们unload监听是什么 监听的是页面加载 那么同样 ununload呢 它监听的是页面写 关于页面的生命周期呢 我们只需要去关注 这么几个就可以 那么其他的生命周期呢 我们就不去展开它讨论了 我们接下来只讲这些 我们常用的页面生命周期 然后回到我们的 微信开发者工具里 我们看一下 它的一个执行顺序是什么 然后我们来 重新编译一下 编译完成之后呢 我们看到 它会先执行一个unlunch 然后执行一个unshow 这两个呢 是我们的应用生命周期 然后继续往下走 是我们的页面生命周期 首先会执行一个unload 去监听了我们的页面加载 再之后呢 会监听我们页面显示 执行了一个unshow 最后呢 它去执行了那个unready unready表示 我们的页面现在已经渲染完成了 我们会发现啊 其实是有两个生命周期 是没有出发的 一个是页面的隐藏 和一个页面的卸载 那什么情况下 会去执行我们这两个生命周期呢 我们现在去给它新加一个页面 我们一个页面是提现不出来的 我们叫test 我们给它叫testa 然后我们点击创建 在a里面呢 我们去给它加上这么一句话 页面 test-a 现在呢 我们再回到index页面 然后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按钮 我们把 我们在这里呢 直接去写一个button button呢 叫打开 打开新页面 我们去给它添加一个点击事件 我们叫open open呢 我们需要在master里面 我们去给它注册一下 这个时候我们使用unin.navigate2 ur 我们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开发者工具 这样的话 我们去点击这个按钮的时候呢 会打开我们的test-a的页面 然后我们去清空一下控制台 现在我们点击打开新页面 然后会发现呢 会触发了一个配置unin.head 因为我们使用navigate2 去打开新页面的时候 其实我们前一个页面 是没有关闭的 它只是隐藏了 把我们的新页面呢 去加入到我们的页面站里面 这个时候呢会触发index页面的unhead的生命周期 所以会给我们打印配置unhead 现在呢它就触发了 然后我们点击导航栏的返回镜头 然后我们点击一下 这个时候它会去触发index页面的unshow的生命周期 因为我们的index页面去显示了嘛 所以它会触发 那什么时候会触发ununload的页面卸载呢 我们这里呢就不用navigate2了 我们使用radirect2 我们使用这一个跳转 我们把这个删掉 它是做什么的呢 它会关闭当前的页面 然后去打开新页面 然后我们来试验一下 我们清空下控制台 我们去打开新页面的时候 因为我们使用的radirect2 所以说它会关闭index页面 关闭呢 我们这里是监听页面卸载 那关闭就相当于卸载了嘛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应该会触发 ununload这个生命周期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 我们点击新页面 可以看到呢 触发了ununload 然后我们点击首页 这里有一个小图标 因为我们的首页被关闭了 所以我们要回到首页 只能点这个图标 点击之后 会发现呢 这里去触发了三个生命周期 一个unload unshow跟unready 因为之前我们的页面 被关闭掉了嘛 所以你再去打开当前的页面呢 它会触发一个 页面加载 页面显示 和一个页面渲染完成的生命周期 那么就是我们这三个生命周期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页面生命周期的一些简单的用途